為了讓更多年輕人重視 狩獵文化的傳統智慧與倫理 同時也探討當今社會 對原住民族狩獵的不了解 中原部落青年以狩獵文化為主題 參與第十屆MATA獎 並獲得銅牌後 也將這部紀錄片 在部落進行公開放映 希望喚起更多族人 對狩獵文化及議題的重視 主線的智慧 他他裡面的內容含義 就是要教導我們年輕人 正確去上山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現在原住民的青年 其實是非常的需要尋根 因為我們在外面就是念書久了 其實返回部落 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他們很棒的地方 是他們很願意去了解這些文化 然後並且去傳承下去這樣子 這部片是以南投仁愛鄉中原部落 老中心三階段的 賽特克族獵人出發 交織建構現階段的 賽特克族狩獵文化樣貌 影片中可以看見 當今老中心三代獵人 對傳統嘎雅規範遵循觀念的不同 以及現代人對原住民 狩獵文化的誤解 都希望藉由這部影片 來讓更多人重視狩獵文化的議題 所以我會希望在這過程中 能夠帶給部落青年一些 更多的啟發 跟一些想法 畢竟我們傳統跟現在未來的趨勢 都是一直在融合 那在這個融合當中 我們可以做什麼樣的改變 就從這裡面看 當初的想法就是說 想為這個部落做更多更多的 一些文化貢獻 我覺得是看這個影片 不錯啦 很高興啦 有這種機會 看到我們以前老人家的精神 這部紀錄片讓前來觀賞的部落族人 看了都相當有感 心中也有許多共鳴 許多部落長輩也很欣慰 現在部落青年能用各種方式 來進行自我文化的學習與探討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影片 建構更多人對原住民族文化的正確認知 原是新聞NO 南投人愛 怎麼報導